中国大陆禽流感疫情正在扩散 有关病毒是否会在人类之间传染的忧虑 也在日渐升温 北京首例禽流感确诊儿童的父母 因为出现发烧症状先后入院 而上海新增的一名男性感染者 他的妻子之前也被确诊感染 究竟是不是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疫情 是现在各方最关注的焦点 上海新增一名患者顾先生 他在4月11号确诊为感染H7N9禽流感 他的妻子早在4号也被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 由于是夫妻一起感染 外界怀疑H7N9可以人传人 但是上海市卫纪委否认了这个说法 对于当局急于否定人传人的说法 上海民众汪建华表示不相信 共产党现在是说真话 我们老百姓也不相信 说假话我们更不相信 因为他老是骗人了 已经失去了就是信用了 他因为要稳定老百姓的情绪 怕造成混乱 如果是人感染人的 他也不敢公布目前 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黎新树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还不能就确定 人不能传染给人 新唐人记者易如兰竹采访报道 我按着这个想法